为什么我们这样子来分析呢 因为首先 两岸的经贸整合 而且经贸的互动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它已经有了好几十年的历史 而这个历史以后 它在整个全球产业链的关系里面 已经有了一定的分工 跟一定的基础 由于台湾的地理位置 还有早年的产业布局 还有台商的 很早就已经前进大陆 在大陆的根基 差不多都二十年三十年以上 这样的一个基础呢 反而因为美国特朗普总统 他把全球化的这个格局改掉了 那变成区域经济为主的一个情况下 台湾更加速的被推往整个大中华经济权 所以今天有数据显示 民进党上任以后 虽然不断的想要切断 包含经济方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跟血脉 但是完全没有效果 不仅没有效果 蔡英文上任之后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依存度 没有降低 反而更升高 他的所谓经济脱钩论 造成一个恶果 就是强烈的反对 陆资 反对中资 当他在强烈的反对 陆资跟中资的时候 甚至台湾最近 已经发生好几起问题 他把台商 在大陆经营 在亚洲经营 很有诚想要回台投资 资金回流到台湾的这条路 也一并堵住 因为他连台商的企业 台资的企业 在大陆的A股上市 他都把它定位为陆资 那么你在排挙 连台湾自己的优良企业 回台的道路的时候 那么你又使得陆资 中资 有持股的一些企业 纷纷的不是被迫离台 就是以后也不能够在 台湾的投资 那就使得本来台湾跟大陆 就是台湾一面倒的 这个投资大陆很多 可是大陆原本投资的台湾 就非常有限 那么一进一出呢 当然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 非常的不利 那么更何况 民进党的政策 是要拉拢美国 这个抓住美国 但是在经济方面呢 美国对台湾并没有松手啊 所以台湾没有办法透过 这个所谓跟中国大陆的经济脱钩 去得到美国的欢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跟中国大陆的方面 民进党的政策 又自觉于中国大陆的资金 活水于门外 那这样子对台湾的发展 怎么会有好的前途 台湾岂不是两头都落空吗 作用来 好